其实我的感觉呢,因为我的这个案件的性质和我自己的行为,这么些年来呢,应该一直是采在哲大自由,言论自由的这几个边界上。 那么将来呢,中国的社会政治呢,如果说走向民主政治,走向宪政,我觉得恐怕很难绕得过我这一类的案件,或者说很难绕得过我。 那如果说中国的民主政治有了进步,应当说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会是,有可能是从我的这个案件出发,往前走。 不管呢,就是说,未来怎么样,就是说我做了将近二十年的这种言论自由的案件和围绕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去做事做人,我从二十几岁做到五十岁,做到五十岁。 一直到最后,以绅士法呢,应该说我,我觉得我给中国的社会贡献了一个案例,但是这个案例呢,他们审得不太好,是吧? 但是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基盘力的效率呢,一直是一个带定的状态。我们毕竟还有一个审判监督处。对吧? 所以说呢,我相信呢,就是说,我的这个案件将来如果有一个时机去重新看的话呢,有可能它的这个审刑方面的价值要超过,超过李章的案件。应该和建宇的案件差不多那么好。 应该是这样,是吧?因为建宇的案件,我们是为博客起诉的。博客起诉是一个程序权利。是吧? 所以说,我想呢,就是说,大家都不需要歇着,因为也不太累,我们慢慢这样往前走。 现在你要想到,就是领导人比我们还要再赢。我觉得他们非常的赢。他们治理这么一个治国理政,非常不容易。是吧?慢慢来。大概就这样,没有领导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